我出发去轮岛之前 在JR金泽火车站旁边的商场 找到一间我之前在影片里提及过的回转寿司店 金泽这个地方对出就是日本海 可以捉到很多新鲜而且好吃的鱼 而且有些鱼在太平洋那边是没那么容易找到 说回转寿司店 很多人都会熟诗洛壮寿司等等这些大型连锁店 这些在日本会称为100日圣系 即是以平价来做卖点 而相对的是食家系价钱比较高一点 就以品质来做卖点 例如在今集里面很受欢迎的有三间回转寿司店 我今次去过一间就叫Mori Mori Jushi 除了今集之外全国都有分店 在东京、关西等等地方都会找到 我之前在影片里面提及过 但是没有真正试过 那今次就把握机会去轮岛之前 试一试Mori Mori Jushi 我还打算吃寿司 这间Mori Mori 原来要等位 我赶不迟了 我还有半个小时多点就要当货车 那我选个第二货 好我准备进来了 那我快点东西吃 那我想要这个 Nodokuro的 Ossume 我一坐下就找今集著名的猴客 Nodokuro 餐牌第一页 小的照片 全部都是用猴客的寿司 啊 啊 这个 我要这个 选了数目之后 再选有没有芥末和有没有姜 OK 猴客这种鱼 在日本海是很容易找到 尤其是岛根丸和山口丸这两个丸捉到的猴客 占全国的80% 当然位于北陆的金泽 都会捉到这种鱼 这种鱼的特征就是肥美 所以会就这样手握来吃之外 有时都会烘一烘来吃 增加它的香味 Joyudoku Ossume 165点 哦 这个呢 Nodokuro又是 3点5点 3点啊 Maguro 5点 啊我要这个 好我要这么多 OK好我叫了 Chumoniriki 那我叫了这两个 中间有8件的 希望可以快点来 这个呢 好 这个呢 这个 Maguro 5个 那红肉呢 然后还有Chutoro Otoro 还有冠冠 我叫的这一碟金枪鱼 有两罐赤身 一罐Chutoro 一罐Otoro 还有一罐冠农 赤身就是红肉 含脂肪就是比较少 而Chutoro 多数在背部 或者近尾部的地方会找到 会含比较多的脂肪 而Otoro 就是鱼腩部位 含比较多的脂肪 吃下去比较甜 多数Otoro的价钱就是最贵 跟着就是Chutoro 然后就是赤身 而军腩的鱼蓉 最初是用黏在鱼骨的鱼肉 来做成鱼蓉 但是数量比较少 现在多数都会用鱼肉去加工成为鱼蓉 去讲求品质的寿司葡萄吃的时候 叫赤身来吃已经很好吃 有兴趣的不如试一试 可以和100日圆系的寿司店 比较一下 金枪鱼的赤身鱼肉 有什么不同 寿司是落单后 师傅在我面前欺骗 很快就来到 我都放心 应该可以赶到火车去得田 另外我都敷到的三盘 试一试 可以见到赤身是多嫩滑 还有多有光雜 看看外表 可以很明显地分辨 和100日圆是回转寿司的赤身有什么不同 这三个就是鲁鱼肉 高级鱼来的 在日本 在北陆这里是零食出名的 就这样骗 即是有盐的鱼鱼 即是有盐的鱼鱼 那我先吃生的 这三件的鲁鱼肉 最右手边的是普通手骗 中间是用豉油腌过 而最左手边就是用盐腌过 而最左手边就是用盐腌过 豉油腌和盐腌的两罐 都是用火窗烘过的 所以是特别香 我所说的不是低价而不价的豉油壽司 就是这个质素和价钱 我再看看 好吗 一个鲁鱼肉的话 1600日圆 金枪鱼的话 就是1800日圆 5个1800日圆 即是平均300多日圆 这个3个平均是575 即是500多日圆 这个是高级一点的 所以是贵一点 最好呢 先吃鲁鱼肉的时候 就是这样打滑 点一点点豉油 然后再把鱼放在舵上 最好 直到好像很忙 但是好吃 你看 我这么久以来都没吃过 鱼肉的味道 鱼肉很浓 我觉得比较柔 比较柔 所以比较柔 就不应该吃那么多 即是3个適合就好 还有 我总共咬了8个 大概是3500日圆 到3500日圆 其实一个人的消费也不低 但是好吃 我再吃这个军蓝 我给你们看军蓝怎么做 军蓝最好就是 这样点点豉油 但比较慢 通常有些人会用姜 这个姜 去点 不过有点姜味 我点点这样 然后再 这样点 然後就很棒了 肉跟其他地方吃的不同 麵很多 是好吃的 我只剩下兩塊 一個是羅多菇羅的阿布里 一個是阿托羅 兩個都是油 我先吃羅多菇羅 少許豉油 鹽阿布里 很香 還有它連鱼皮燒的話 就更加香 最後是羅多羅 我好像很快地循環吃 因為我沒什麼時間 因為走到車子等很久 今集不是我終目的地 我要去羅島 所以要趕一點 我怕中途有點阻滯的話 我上不了車 因為等很久 我們已經吃完這塊 我們已經直接結束了 最後是羅多羅 沒有筋 沒有 好吃 我們已經立刻要結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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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超高速吃了 莫莫莫酢 今集其中三大品牌裏 其中一間 好吃 我剛剛做完金槍的一集 有人問我 金槍魚有什麼 不是廉價 其中 我介紹過 在匯轉壽司的一集 我介紹過的 我怎樣可以 我當時認識名字 我未吃過 我現在認識 我可以更加準確地 和大家介紹 是好吃的 它是貨的 大家看到價位 我點了一個套 譬如是金槍魚 五件的 是千八 是這樣的價位 兩個紅肉 一個Chutoro 一個Otoro 和一個軍藍 我覺得是適當價位的壽司 不會太貴 我一個人吃 釣高級魚 其實兩個都有一些高級的成分 因為Toro 和諾多菇羅 Toro本身是貴的 諾多菇羅 是零食貴的 出去吃那個 今早看那個 近江丁市場 的頂食 是三千多四千 一條魚 一條魚 三塊這個價錢 都不會特別便宜 我要找地方 回到車站 我去那天的下午 出了近江丁市場 都看到這一間 Mori Mori Jutsi 我出去了近江丁市場 走了很短距離 即現在直接看 就是近江丁市場 這間叫Mori Mori Jutsi 回轉壽司的一輯 是介紹過的 回轉壽司 不是只有香港 有分店的回轉壽司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 其中一個 金澤是很有名的 我是介紹過的 一個叫Mori Mori Jutsi 可能叫吃飽飽壽司 另外還有兩間 我可能會來這間 即是來這間店 但不是這間分店 例如Mori Mori Jutsi 一罐Otoro也660 Akami Jutsi 也380 所以其實 如果Mori Mori Jutsi 吃蜂肉 如果是100日圓 你就會感到 究竟出名吃壽司 是好吃的壽司 不是賣廉價的 而是賣貨質的 價錢的比較是怎樣 我為何在近江丁市場裏 紮著紮著紮著 捏著捏著不去吃 不去買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想留下肚子 吃這些近江丁 有機會跟家人 或者同朋友來玩的時候 就先吃吧 希望喜歡看最深日本影片的觀眾 可以課金給我 幫助我可以拍更多更好的影片 課金有幾個方法 有PayMe 香港觀眾可以用這一個 還有PayPal 駐欧美的觀眾就很方便 PayMe和PayPal 金額是任意 看完每一條片 覺得好看的話 每個觀眾課金少少 合起來的話 對我的支持就很大 而之後就是Patreon 這個是每個月 自動課金一定是金額 長期支持Patreon的最好 我也是最開心 我又輪到回來今集 回到京都之前 我就去了一間普通價位 海鮮湯的店裡吃 今次我想吃這一間 Wuogashi Shokudo 魚河岸食堂 都幾多人 不要緊 我還有一個小時 可以等位 好來到魚河岸食海鮮湯 或者是吃定食 看一下先 Fugu 喔 Lunch 那就是三文 最左手邊 跟著就是 特大Aji Fry 最後石川園的Fugu 白紙定食 白紙好像一般 那我還是吃海鮮湯了 看看吧 喔 食物不用了 那這個 南登 阿拉伊索湯 有蟹喔 喔 飯有大眾世界 不要緊 阿Buri 諾都菇嚕美食湯 昨天吃過 那今天呢 吃得 不要那麼貴 那全部都是馬菇嚕的 呃 赤身 赤肉 然後有海鮮的茄拉絲 那有上的茄拉絲 那有上的茄拉絲 那些材料好一點的 它完全沒有寫 在裡面有些什麼 然後這個 即是醃過的 應該用時入醃過的 Ketenko Morito 那看價錢來做事 那這個 Dodondo Nihong Gai Kaisen Don 那就是日本海的 好東西都可以看到了 就看價錢 2800 最貴是這個 整頁 最後就是Nihito no Ikura Tsuki Don OK 還有一些 是定食的 不用一定要海鮮湯 的 刺身定食也有 嘩 這樣啊 好 海鮮 Chirashi Don 喔 的 午餐來的 不用想 好 簡單 咦 很多Huro Yaki 2000日圓 喔 這個下次也 昨天吃過 因為 好 我要個 上的 Chirashi 千八 好 這個食物 看看有些什麼食物 有 Toro 或者 菇利 還有這個 蝦 還有 這個 蝦 Maguro 也不錯 喔 沙巴 這樣 下面是Dipà 不錯 還滿足 有鱷魚骨也有 我要放這個位置來吃才行 我的蝦不像有蝦頭醬 如果下次來到今集的話 那就記得要找一些有特色而且好吃的海鮮去品嘗一下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